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春节档空降电影,杨子,王一博,沈腾期待直排前三,张艺谋坚持住 随着孟美齐我心飞扬的撤档,原本百花齐放的电影春节档,只剩下八部影片了 这八部电影当中长津湖之水门桥和狙击手是战争题材奇迹,笨小孩主打亲情,励志四海放在动作爱情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智力荒诞喜剧,剩下的熊出没,重返地球喜洋洋与灰太郎之匡出未来,小虎蹲大英雄则是动画片了 从题材风格来看,虽然今年春节档电影只有八部,但包含的元素较为齐全,应该能够满足大部分网友的观影需求了 至于票房成绩,应该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长津湖之水门桥定档七天后,想看人数已经飙升到了75.2万 将奇迹,笨小孩四海远远甩在身后,而从长津湖创下的种种记录来看,今年的春节档票房之王,非长津湖之水门桥莫属了 至于最终能否再创奇迹,实现只有吴京才能打败吴京的票房规律,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,对于大部分网友而言,抛却三部动画电影,今年春节档剩下的五部影片在数量上显得有些单薄 毕竟假期比较长,还没有达到一天一部电影的愿望 于是,网友们就把目标放在了2022年没有上映的电影上,并期待能否突然空降春节档 目前,从专业网站统计来看,2022年宣布上映但却没有定档的电影 一共有33部,而像沈腾超能一家人,周冬与平原上的火焰,梦美其我心飞扬,寒庚零度极限,王志细如人生 这些临时撤档的电影,应该不会空降春节档 在剩下的影片当中,从网络热度、物料宣传以及想看人数上来分析,杨子、王一博、沈腾的期待值排在前三位,如果能够空降的话,想来票房不错 电影列读是杨子、王千元、尚宇贤、刘敏涛、丁海峰、李九霄共同主演的犯罪题材电影,讲述杨子饰演的女警落家卧底犯罪集团,最终完成任务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猎毒是首部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犯罪片,而且又是杨子首次饰演缉毒警察 杨子的人气和热度自带流量,再加上深谙此类题材的王千元、刘敏涛和丁海峰精湛的演技,想来票房成绩应该不错 最为关键的是,如果电影列读能够空降,将是杨子的首部春节档电影,估计粉丝们会全力支持 黄景瑜、王一博、钟楚希主演的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,想看人数也非常高 而且女性观众比例高达82.1%,按照当下影院市场的规律 加上三位主演的号召力,票房突破10亿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,因为张姓演员个人问题,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估计正在进行后期删减甚至补拍 不知道春节之前能否完成 这个春节档,沈腾超能一家人的撤档让人有些遗憾 虽然玛丽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还在坚持,但从其前几部影片来看 口碑一般,没有沈腾的开心麻花电影仿佛失去了灵魂 而作为沈腾,玛丽再次合体的电影《独行月球》,虽然还没有定档 但想看人数已经突破10万,如果能够空降春节档的话,一方面弥补了超能一家人撤档的遗憾,另一方面也可以与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一较高下,让韩藤亮和韩晶亮来一次激烈碰撞 今年春节档剩下的8部电影当中,张艺谋的狙击手一直让人担心会突然撤档,毕竟同类题材电影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的热度太高了,而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狙击手的档期没有改动迹象 希望张艺谋能够坚持住 02-王一博多受追捧 从商业价值到主流文化,顶流影响力被认可 从王一博爆火后,他的实力逐渐被大众熟知,身上的特质更被放大后,商业价值带来的红利,瞬间带动了真实的粉丝经济的潜力 广受品牌商青睐的王一博,全能型的调性跟品牌的匹配度更多样化,商业,价值的潜质让他成为内于最具潜质的艺人 粉丝群体带来的私欲流量,让多少品牌代言不惜余力也要签下这个香伯伯 除此之外,品牌知名度的提升,年轻化的转型,销量的提升,在王一博这里都逐一得到了兑现 更让全新的营销模式,开启了新时代的梦幻联动,让多方受益 王一博无疑是当下众多品牌投资最成功的一位 更为值得关注的一点,王一博的根正苗红的特质,逐渐让主流开始关注 从天天,向上这种正能量十足的综艺节目中出来,王一博在主流价值传递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Z世代的年轻人中,王一博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专注跟热爱,多才多艺,更偏向主流运动类项目,业务能力抗打,都成为主流看重的重点 王一博独树一致的风格跟特质,作用如此庞大的粉丝群体 他的一言一行都广受关注,国民度在众多年轻一代中数一数二的 王一博算是让自己的顶流价值发挥到极致的一位,更是在主流,媒体中广受好评 凡是王一博参与的主流文化推广,必然得到了广大主流,媒体的鼎力支持 让年轻一代的佼佼者来引领时代的发展,才是最具有代表性跟说服力的 每个时代都有这种的引领者,无疑当下的Z一代中,王一博显然是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存在 且不说王一博在红歌的道路上一路开挂,歌颂美好生活,歌颂祖国的山河壮丽,还是在伟大征程中的出现,都无疑代表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念的方向 随着王一博顶流价值逐渐被认可,他的作品也在主流道路上一路开挂 随着《风起洛阳》的播出,王一博担任了洛阳文旅形象代言人,带火了自己的家乡洛阳 让更多的人看到古都的文化神韵,也带火了旅游与经济 这种的势头下,更让王一博所到之处,必然地引来了当地旅游部门的关注 最近王一博去嘉玉关拍摄电影,原本低调的行程,结果去被当地的嘉玉关文旅给报道了 连发五篇博发,欢迎王一博的到来,更希望借此机会,让当地的旅游文化得到大众的关注 随着这博文的发出,吸引了好多人的关注后,甚至连隔壁的宁夏旅游都瞬间梦幻联动了一番,借助王一博,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目光 最后,只想说,王一博的出现,不是单纯娱乐圈中的文艺工作者 更多的是一种全新娱乐氛围下,文化娱乐与经济发展融合下的创新 顶流价值需要王一博这种的先锋行艺人的参与,才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力跟文化价值的传承发展 对此,你如何看待呢?留言讨论哦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,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,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,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,谢谢大家